时间已经是2022年 看看拼装模型的龙珠到底能做成啥样 近日分享万代拼装模型 龙珠黑发悟空新规版 包装方面高19宽30后7.5 算是个很常见的拼装模型包装尺寸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龙珠IP我一般都是玩成品的SHF系列 入手这款悟空完全是因为好奇 想看看新规版本到底表现如何 开盒看看板件的数量确实塞的挺满 而既然是新规版本 板件分色应该不错 实话说悟空的分色成分还是比较简单 再加上万代的拼色板件 实现全分色也没啥问题 贴纸方面也只需要选择前后两种的标志贴纸 比较贴心的是 还有一板全透明的支架板件 但我比较贪心 还是会觉得如果能再给个特效件就会更好 而万代的拼装说明确实没太多好说 素质一向都不错 那么话不多说 准备好工具直接简单速组 万代的零件组合度相当高 简单速组的话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不得不说 分色虽然简单 但整体的身形分色做的确实相当不错 头发部分用了好几层零件叠在一起 眼睛和眉毛的分色也是靠分件实现 衣服部分的拼接也做了两层的嵌套结构 但我觉得从正面看 手臂根部的间距多少有些不协调 从前方看 腰腹部分的过度基本没有穿帮 值得好评 装部零件也没有做多余的分件 是一体设计 膝部关节后方的填充 我也觉得是个不错的方案 鞋子部分的三种颜色也做到了完美分色 如果你是体验型玩家 这款的宿主表现已经很值得称道 但如果是高端玩家 要处理的事情可能还很多 一方面 这款产品完全没有隐藏水口 精细处理的话 全都需要打磨抛光 另一方面 如果在意合谋的缝隙 无缝处理可能也需要做 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手艺 普通玩家处理到现在这样 就已经足够令人满意 这款拼装悟空的高度 大约有17公分 毕竟是拼装版本 比起成品的SHF 还是要大上一圈 对比之后更会觉得 这款拼装做的确实相当不错 但它毕竟只是拼装 重量方面只有50克左右 好在主要关节的手感松紧度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 可动方面 头部转动一周肯定是没问题 头部的左右摆动也相当理想 抬头的幅度足足够用 低头比较有趣 除了脖子连动 前胸部分还可以下线一格 所以低头的能力非常的强 手臂平举受到限制不到90度 上举会和衣服连动 倒是没有问题 奇怪的是 手臂的后摆有线位 最大幅度也不到45度 倒是因为结构的原因 手臂前翻的幅度相当不错 上臂根部可以平转一周 肘部是单关节 翻区超过90度 而且手肘部分 也可以内外平转90度 手腕的转动没问题 但是内外摆动的方向不太容易找准 这是因为手腕部分的零件是斜面对接 好处是斜面对接 两个零件不容易松脱 坏处是 可动时候不太容易找到可动方向 躯干部分只能平转 没有多方向摆动 但是腰部有一段的前翻关节 使得躯干的前辅身成绩比较理想 大腿根部有下拉关节 下拉之后 前踢的角度有90度 后摆也有45度 侧披也同样接近90度 但是大腿根部的平转会比较有限 膝部是单关节 但弯曲也超过90度 脚腕部分的平转坐在了靴子上方 脚掌的前后摆动会比较微弱 但是脚掌接地的幅度却相当不错 另外脚尖也可以上翻45度 总的可动成绩虽然比不上成品 但亮点也蛮多 替换表情方面共有四张 脸型的替换非常常规 没有太多好说 但是严肃表情和微笑表情共用了一套眼镜 两张脸只有一份内构 会多少有些抠门 实话说 完全靠分件来实现面部分色确实不错 但是眼眶周围微小的缝隙 还是会有黑眼圈的感觉 倒是口腔细节也有 确实惊艳 部分表情就连嘴里的肉色也有单独分件 最终的效果虽然不算完美 但也已经非常不错 替换手型则是两对零两只 一对战斗架势专用手型 一对硅派气功手型 一只无指并拢的右手 和一只瞬间移动专用的右手 支架方面是经典的三段式结构 地台有四个安装孔可选 支架本身的支撑力度也基本够用 连接头也是最常见的夹腰式设计 虽然支撑力度并没有很强 但实现这款产品的浮空 也已经足足够用 总的来说 这款新规悟空 无论是拼装手感 还是零件分色都相当不错 可动方面虽然比不上成品 但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独特设计 可动总分虽然不算很强 但把玩起来其实也基本够用 由于某些关节的独特设计 在特定姿势下 甚至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虽然确实会有 之前提到的那些不足之处 但总体表现还是优点远大于缺点 至少我觉得 完全对得起它百元出头的价位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对于各位的支持 我这里先行败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